很開心的是今次這個角色是試戲試回來的 有很多時候真的很感謝有些導演 他很想用我 撇除了試戲的部分就已經直接選了我 但反而對於我來說 我是比較沒有信心的 因為我沒有自信 我會覺得我是否真的適合這個角色 所以今次試戲中回來這個角色 我就比較有信心地去做 馬生經常都會讚我 無論是鏡頭前或鏡頭後 他不停給我信心 希望我自己的表現不會令到他失望 今次他是比較難的 是他有做導演又做演員 所以我坐在那裡觀察他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很清楚他的分鏡要怎樣 所有每一個步驟要怎樣 因為他第一次做導演 可能第一次來說 有很多人都會害怕或亂 但以他的第一次來說 他是很清晰的 而且他一說完 指令完組員應該怎樣做 一坐在我旁邊 就真的入戲做了阿偉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很厲害 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都可以 好像他那樣 可能未必做導演的 但除了演員以外 可以試試其他角色 其實又不是很困難 自己為了準備這個角色 就要看一些精神科的病例 或者為何會這樣 因為剛才拍完這部電影 再接另一部電影 就是做精神科病人 去看醫生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準備也有用的 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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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